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分几个小视频讲一讲这个开关电源的这个主电路 和辅助电路 也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开关电源啊 可以把这个电路 分为这个主电路和辅助电路 主电路就是指这个DC到DC功率变换其部分 包括这个 输入涨流滤波电路 涨流滤波 就是那个 桥堆或者是那个四个二机关走成的那个桥池掌流 滤波电路嘛一般就是那个打电容 功率变换电路 一般是指这个开关变压器 开关管 这些 输出掌流滤波电路 变压器刺激线圈 接着这个掌流滤波电路 还有这个PWM控制电路 一般他即使都是有这个震荡器电路 这是他这个主电路 另外这个辅助电路有这个 电压反馈 比如像这个误差区一样放大 就属于电压反馈 电流反馈电路 电流反馈 一般性啊 都是这个开关管 摩斯管或者那个三机管 他这个S级 或者E级对D 一个这个 小组织 大功率的这个电阻器 顺便得到一个电压 然后反馈给这个 PWM控制电路 就是这个芯片了 一般都是接成块 这是电流反馈 那么 肩方电压吸收电路 反击是开关电源特有的 对吧 就是开关变压器触级 接着这个电容电阻 二机管 还有这个肩方电流吸收电路 你比如像那个 220V试电进来以后 他有一个负温度吸收的热面电阻器 那就属于这个电流吸收电路吧 还有过电压保护电路 如果输出电压过高 这个电路进入保护状态 会停止工作 过电流保护电路 电流过大 也会进入保护状态 功率开关管的这个驱动电路 作用就是使这个开关管 快速进入这个保护导通 快速进入截止状态 使他进入这个放大状态的这个时间啊 尽可能的缩短 这样一个这个辅助电路 还有1MI绿波电路啊 这里也是绿波 那试电绿波 和这个涨流绿波 两回事啊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方雷机电路 一般嘛就是试电进来以后有个那个压名电动器 对吧 还有输入嵌压 保护电路 输出短路保护电路 等辅助电路 这是辅助电路 辅助电路 后面我们会仔细讲 今天我们把这个主电路 稍微讲一讲啊 我们先说这个反机式变换器 这种变换器 主要用于这个输入输出 需要隔离的小功率 AC到DC 或者是DC到DC变换器 就是0到150瓦 小功率啊 AC到DC就是交流到支流 你比如输入220 然后输出支流电压 DC到DC 就是输入支流 输出也是支流 这种变换器 那么这个反机式 是什么意思呀 它是 你看啊 如果QE 积极为高电瓶 N勾到对吧 那么DS到通 那么就有这个输入电流 经过这个变换器出击线圈 然后经过这个QEDS到D 那么就有电流流过这个 变换器出击线圈 那么变换器出击线圈 就会产生自感电动式 阻碍这个电流当大 它就是上正下负 根据通明端原理 有点的都为正 上面为负 那么这个胜负下正的电压 它会是第一 截止 那么变换器刺激 产生的这个感氧电压 就不可能输送到后级电路 当这个开管管截止的时候 积极为低电瓶 那么开管管截止的一瞬间 线圈它会产生一个 下正胜负的这个感氧电压 阻碍电流减小 那么刺激 也会感氧一个 有点的为负 上面为正的这个感氧电压 这个胜正下负感氧电压 是这个第一导通 那么这个胜正下负电压 就经过第一涨流 C2滤波 然后给后级负载供电了 所以它这个反机式变换器 就是指这个Q1截止的时候 给后级负载供电 Q1导通的时候 它产生的这个感氧电压 是这个第一截止 不给后级负载供电 这是反机式 再看正机式 正机式变换器 主要用于输入输出 需要隔离的 焦大功率的 AC到DC 或者是DC到DC 变换器 0到250瓦 正机式是什么意思呀 就说 积极为高电瓶的时候 这个输入电压 经过变换器出击线圈 经过 DS到D 产生胜正下负的自感电动式 那么次级也会得到一个 上正 下负的自感电动式 这个自感电动式 经过第1 涨流 经过L3 然后 C2滤波 给后级负载供电 那么这个时刻 L3它会产生 左正 右负的自感电动式 阻碍这个充电电流的当大 同时这个L3 它会储存能量 就是说 可以导通的时候 次级线圈感应的电压 就经过第1 涨流 然后给后级负载供电了 那么当Q1 截止的时候 初级线圈感应电压为 下 上 负 那么这里为负 这里为负 那么第1截止 这个时候 这个储存电感器 它会产生一个 右正 左负的电压 就说开关管导通的时候 它储存能量 现在它是准备释放能量的 它是右正左负 这个感应电压 经过 C2 滤波 然后给后级负载供电 以后 到地 经过第2 续流2G管 然后回到这个 储存电感器的这个副端 这是正机式变换器 正机式变换器 很少碰到 我们平时碰到的大部分都是反机式变换器 最成见的就是反机式 然后再看这个半桥式变换器 它主要用于输入输出需要隔离的这个大功率AC到DC或者是DC到DC变换器中 就是100到500瓦 比如我们常见的那个ATX开关点源 一般里面都是这种结构 稍微高等一点的它就不是这个结构了 它那个功率大就不是这个结构了 就有可能是全桥了 你看 半桥式它是输入电压 过来以后 领埃开火管 交替导通 Q1为高电瓶的时候 Q2肯定是低电瓶 高电瓶是Q1导通 Q2阶纸 那么这个是过来的电压 经过Q1的CE 然后变下去初级线圈 然后加到这个C2负级 那么当这个Q1为低电瓶 Q2为高电瓶的时候 Q1阶纸 C3上的高电瓶 经过这个变下去初级线圈 然后Q2CE到底 这种半桥式变换器 开关电源属于正极式开关电源 就说 随便哪个开关来导通的时候 它这个次级线圈都有感应电压 经过这个二级管涨流 然后给这个后级供电 然后再看这个圈桥式变换器 也是主要用于收入输出需要隔离的打 共率AC到DC或者是DCDC变换器 400到2000瓦 这种圈桥式比这个半桥式多了两个管子 导通的时候 它是一组两个 同时导通 Q3导通的同时 Q2也会导通 供过来的电压 VIN电压 经过 Q3 然后T1变下去初级线圈 然后Q2到D 那么这个时候 Q1和Q4是截止的 当这个Q3 Q2截止的时候 那么Q1和Q4 他这个机器 它是高电平方 他们同时导通 VIN电压 通过Q1 然后变下去初级线圈 然后经过Q4到D 就说 这两个管子导通的时候 电流是从上到下流过变下 T1的这个初级线圈 Q1和Q4 两个管子导通的时候 电流是从下 往上 流过这个 变压器初级线圈的 圈桥式变换器 也属于这个正级式开关点源 不管他哪一组这个管子导通 变压器次级线圈 都有感应电压 经过这两个二级关 然后给这个后级负载供电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推管式变换器啊 他主要是用于输入输出需要隔离的 输入电压交低的这个DCDC变换器 或者是DC到AC变换器 一般是100到1000瓦 那么这个DC到DC变换器前面我们知道 那么DC到AC变换器是什么呀 一般是逆变器啊 你比如这里输入这个直流12伏电压 次级输出没有这个整流二级管 输出220伏交流 一般都是这个推管式变换器啊 那就是逆变器 然后还有一种 非格力式DCDC变换器 非格力式 输入电压经过供略管电感器 然后直接得到一个输出电压 他们这个D也是公共D啊 前面我们讲的这几种TOP结构啊 他都是通过变换器隔离 就是分这个冷地和热地的啊 再看啊 非格力式DC到DC变换器 也属于开关电源 通常称之为开关挽压器 有两种啊 一种是静压式变换器 和升压式变换器 主要用于输入输出 不需要隔离的这个DCDC变换器 静压式变换器 它这个供略管 它是串联在电阻中 你看啊 假设它有负载电阻的话 就是电流经过供略管 然后经过储能电感器 然后 负载电阻到地 升压式变换器 它这个供略管 属于并连在电路中 它和这个后期负载 并连 我们先看这个降压式啊 当这个Q1 导通的时候 这个电流 经过储存电感器 经过电容 然后到后期负载 电感器它会产生 左胀右腹的这个自感电动势 阻碍电流 同时 同时储存这个磁场能量 那么当Q1 截止的时候 电感器 它会产生 右胀 左腹的这个自感电动势 这个感氧电压 经过负载 到地 然后经过这个 VD1 虚流二级管 然后构成回路 这是降压式 双压式 它是 开关管导通的时候 输入电压 经过这个储存电感器 功率管到地 储存电感器 产生左胀 右腹的感氧点压 同时 储存这个测试能量 当开关管 截止的时候 这个电流一下的突然没有了 它会产生一个 右胀 左腹的这个自感电动势 阻碍这个电流 减小 由于开关管 已经截止 那么这个 VIN 就是输入电压 和这个储存电感 两端的左腹 右上的这个电压 串联 然后经过这个 D1 掌流 或者说是蓄流 然后C1 滤波 给后期复材供电 那么这个就是 商压式 它主要就是 输入电压 和电竿两端的这个感氧电压 相互叠加 得到这个 升高的这个电压的 那么这种 静压式变换器和升压式变换器啊 都很常见的啊 那么这种